其實就是在這個人事的調度上面 一定可以看得出 他想要在哪個部分 來增加他的重點 或是他的預算 他的人力 那我們都是從這個地方層面 來了解他的戰略政策 但有的時候會看不太懂 美國最近有一個舉措 大家說是真的還是假的 這是什麼呢 這是他們現在說了 說中國在海外 有所謂的海外警察局 現在他們抓到了 抓到了 美國福建同鄉會的主席 直接被捕 白宮發言講了說 因為我們不容許任何的外國政府 騷擾或威脅美國人民 大陸方面他們當然怎麼說 就是堅決反對 這是美國的詆毀 污蔑 抹黑 然後惡意炮製 這個跨國鎮壓的敘事 看到這個標題 你會想說 海外警察局 那不就是FBI嗎 你知道我們這種 國外這種電影看太多 英雄主義電影看太多了 想像中的特工 大概是長這樣 結果現在實際上被捕的 其實這兩位 是美國福建同鄉會的主席 現在這兩位已經五六十歲了 就是六十多歲的人 說他們其實是在中國海外警察局 來幫中國政府來運作的 為什麼是在這個時間點 因為他們說這整件事情 追了大概兩三年 這個時間點到底為什麼會是現在來出手 這是大家最想問的 因為最近通過了這麼一件事情 美國眾議院說通過了一個法案 4月17號的時候 他們通過新法案 就是要制裁出口管制 還有國際協調和壓力等等 要追究中國氣球的責任 我們就要問了 突然之間又開始講 間諜氣球這件事情了 那個時候不是說他們還去撿殘骸嗎 撈到殘骸之後不是要查嗎 那查出來的內容是什麼 這個氣球上面到底有什麼 現在說要因為這個東西 來開始追究中國的責任 那我們就要問了 這整件事情到底是真的有什麼 還是其實只是想要制裁出口呢 這是我們想要了解的真相 因為目前美中關係 是什麼樣的一個狀態 我們現在看到的是 是好幾次白宮方面都講說 拜登想要跟習近平通電話 但是好像中方一直沒回應的狀態 也是好幾次 Austin他們的防長說 我們是不是可以來對話 軍方高層對話 結果新的防長李向福 好像也沒接他對話的狀態 是什麼 是布林肯 葉倫 聯盟多都說 我們想去中國訪問 但現在好像都不見夏文的狀態 但即便如此 美國人還是很應景 他們怎麼說的 布林肯說 中國必須要表現出跟美國保持接觸的意願 都已經沒有接電話 但是布林肯的想法是說 不是 你要跟我講話 你要表現出誠意才行 你要有表現出要跟我們保持接觸的意願 這話才講得下去 好 現在是不是真的美方認為 他們仍舊主導著美中之間的關係 美中之間的對話窗口 還是由美國人所控制的呢 VOA 美國之音的解讀是這樣 說其實如果兩方一直缺乏溝通的話 其實危機四伏 大家都是認為雙邊關係恢復正常 會比較好 聖地牙哥大學的教授則直接講了 說其實APEC前就是一個不錯的契機 我們現在互不信任的話 就會手上戰爭的懸崖 所以大家開始來討論了 紐時說到底哪裡出問題 好 這一位專欄作家叫做弗里曼 先前也是住北京這邊的一個特派記者 他現在講疫情過後 他回到了中國 結果他一直以為 外界的解讀都是說 習近平地下任期 加大控制等等 是不是這個感覺 他說他回去之後 感受到的是巨大的國力 除了政權穩定之外 他覺得不是靠絕對的控制而已 而還有很多是屬於孜孜不倦的 國家建設那個榮譽感 他給了幾個例子 您可以聽聽看 第一他說 中國900城鎮有高鐵 但是過去23年 美國只修了一條類高鐵 還不是真的高鐵 例子第二 他說他自己從甘乃迪機場 飛到北京的首都機場 他感受像是從擁擠公車總站 飛進了迪士尼明日世界 這個形容也還蠻有想像空間的 飛進迪士尼的明日世界 第三 他認為美中之間現在其實 在過去的這個世界貿易過程當中 已經繳在一塊了 真的能分開嗎 而且現在的信任缺失 他的感受是 是不是有可能是因為科技在進步 所以導致以前是純民用 但現在民用可以變成軍用 所以讓中國失去了美方的信任呢 這是他的一個觀察 因為他覺得說過往 毛澤東可能大家覺得說他是大國 可問題是感覺裡頭還亂亂的 然後鄧小平的時候韜光養晦嘛 所以感覺很低調 但現在對美國來說 習近平是請全國之力在打造科技頭部企業 會讓美國覺得有點反應不過來 沒有辦法來應對這一切嗎 因為其實美中在應待這一塊 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這個布林肯G7糾團 他們發了一個共同聲明 外長G7會說要來對抗莫斯科 要再次譴責莫斯科 結果我們就看到習近平跟金正恩在發電報 然後李尚福去俄羅斯這邊來訪問 布林肯在G7前去訪了越南 結果秦剛馬上就到了菲律賓 原因是因為美飛即將要舉行說 30年來最大的一個聯合軍事演習 但問題來了 南海主權當然這個很明顯是針對中國 而這樣子的一個肩並肩的軍演 在此之前布林肯馬上來到菲律賓這邊 要跟菲國來對話 講的就是南海行為準則 到底現在簽還是不簽 大陸是經年很有可能簽 但也就在這個時候 說當年提出南海仲裁案 非常欣美的一個菲律賓的前外長 突然在赴美的途中去世了 整起事件會讓大家想到 南海這陣子來的紛紛擾擾 到底有沒有可能真的畫下句點 而回過頭來請教將軍 您怎麼樣來看 這個中國的海外警察局 現在真的抓了兩個人 這個要吵架就要挑釋 什麼藉口都可以用 這個同鄉會會長頂多說 對這個永忠派 一個永獨派的有點討論了 他能做什麼 對不對 他這麼大把年紀 又沒有養到黑道 他能做什麼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說 有人去告他 他影響我們什麼什麼 這個美國就借句會 就拿這個來說事了 第二個我補充剛剛賴教授講的 為什麼美國要停止這些將領說話 你知道這些將領為什麼說話 每一個軍種都碰到要換代的時候 你的國防御算號稱8000億 但是不夠 你看航母要不要換 要退的對不對 航母上的F-18要全部退休 要統統改35兵 那這是一大筆錢 對不對 空軍第六代機要做 下面的這個F-18要換 這個F-22停產 都在在都是 先把威脅說得怎麼大 然後兵推又是自己每次吃敗仗 那言下之意是什麼 錢不夠 錢不夠 所以這個問題 現在就覺得剛剛賴教授講得不錯 我養了這麼多錢 你還打白仗 對不對 所以shut up 閉嘴了 所以這個你們要看清楚 每一個軍種 我在國防部看得很清楚 三軍總司令天天唯一的部長 唯一的總長就是要錢 想盡辦法要錢 因為都缺錢 所以這個問題大家要看這個要看著竅門 剛剛你這邊還講了一個什麼 美國說他都不回我話 就等於說 Please call me 打我一個電話吧 布林肯是說你要有保持跟我們接觸的意願 還有誠意 沒誠意 這跟我們年輕的時候 單相思的想法不是一樣嗎 那個馬子根本不理我 在那門口晃來晃去 不理我 也不搭茶 就這種心態下面這種東西 是 當然他自己認為高大上英俊的 結果美國 中國這個姑娘理得不理你 很懊惱的 是 來 賴老師怎麼看 我在布林肯確實有點氣急歪壞 因為他們確實需要跟中國有很多要交換意見 而且需要中國幫他忙 不管在財政上 經濟上 進出口各方面 對美國人來說他真的是束手無策 然後對拜登來講 他選舉馬上要到了 他再沒有政績的話 他這個選舉真的是不好打 但是問題就在於 美國一直是言而無信 言行不一 跟你談實在是太累了 對中國大陸來講我忙得要死 我怎麼每天被你這樣子 談完了以後你又變了 談完以後又變了 所以我覺得中國確實是不想再跟美國人 在那邊糾纏不清了 那布林肯 我個人是認為 布林肯他認為 你看我們G7已經團結在一起了 你就必須要聽我的 你必須要跟我談 我覺得這一套沒有用 大陸根本不吃這一套 大陸眼中你G7七個人 也不過就是七個小矮人 七個小矮人你威脅我 所以我覺得布林肯的這套威脅方法 確實是沒有用 沒有作用 不過我覺得您提到的弗里曼 弗里曼他是努力的 想要提醒美國人 他說還有主要是要告訴 美國的很多政客 你們動不動就把中國污名化 說他是警察的國家 然後認為習近平的政權 能夠那麼穩定 就是因為用了最嚴密的 控制監督系統 他說可是你不要忘了 中國大陸的基礎建設 中國大陸人民的生活的獲得感 很明白的 所以大陸共產黨 把中下階層的民眾的生活 獲得明顯的改善 他得到的支持度 是有很深厚的民意基礎 因為人民的生活 很明顯的獲得了進步 整個國家基礎建設 都發展一日千里 跟美國人來講 美國人根本 就是不同的世界的人 可是我覺得弗里曼 他有一點判斷發生錯誤 這個就是西方人的盲點 他認為中美為什麼會交惡 那是因為中國的5G 進駐美國 而5G太強大了 美國突然間發現 就是說原來 中國也有這種高科技的東西 而這個高科技的東西 因為是數位化 所以可以監督到美國的生活 所以美國就斷然對5G動手 對華為動手 胡說八道 我在這點我就完全不同意了 為什麼說完全不同意 他前面講的是對的 他說過去中國 我只能賣一些廉價的 初級的 這個看起來沒有什麼技術含量的東西 賣給美國 所以美國高大上 用的都是中國賣的衛生紙 這個紡織品 T恤 球衣 球鞋 這些低級的東西 所以他對中國看不起 然後也不在乎 你中國愛怎麼玩就怎麼玩 我根本不在乎 可是他今天 其實我覺得 弗里曼是白人的偏見 是他應該要回到務實的態度 為什麼 因為他要誠實的說 其實是美國看到 中國的高科技的產品 壓倒了美國人 美國人害怕了 美國人就開始用不理性的 用非法的方法 要遏制中國的發展 例如說高鐵 中國明明白白的贏了美國 美國一看到中國 可以做出高鐵 美國看到中國 可以做出電動車 而中國的電動車 遠遠的就碾壓了美國 中國可以做出超級電腦 不輸你美國了 中國可以登陸月球了 中國可以打出太空戰了 中國發展的東西 都已經完全可以跟美國PK了 美國人突然間感覺到害怕 感覺到害怕了以後 就打壓中國大陸 所以今天中美的貿易 或者中美的矛盾跟衝突 其實是來自於 中國開始在很多領域 跟上美國 甚至在部分的領域超越美國 才產生衝突 拜託 弗里曼 還是要講一點實話 你不能實話講一半 來 兵哥怎麼看 我覺得美國為什麼 對中國大陸出手 這麼用力去打壓 其實我覺得跟日本 對韓國的心態是很像 以前日本會覺得 韓國什麼東西都不如我 那些刺激品 廉價品 才是你做的東西 所以日本從來沒有把韓國人 放在眼裡 但現在呢 現在3C 家電 汽車 日本幾乎全部被碾壓 那真的是很可怕的一個狀況 日本是沒有美國那種實力 日本如果美國那種實力 他早就對韓國出手 因為那是全世界 只有美國敢做這種事 也只有他的實力做這種事 美國其實現在非常單純 就是他發覺有人要追上來了 我看不爽 我就要先把你幹掉 也就是這樣 其實根本就是一個 世界霸權的一個想法而已 很單純 我不能夠讓你凌駕於我之上 所以我一定要趁你羽翼 衛鋒之間趁早除掉你 可是問題是 我個人認為美國發動有點太晚 所以現在他要幹掉中國大陸 恐怕不是這麼容易的事情 我覺得不管最後的結果是什麼 美國勢必會重傷 我個人是這樣認為 所以那就看美國人 自己會不會覺醒 可是我覺得美國人 布林肯講這句話我真的 我昨天笑到今天 我真的覺得 真的是很傻的一句話 而且他完全正在一個 很奇怪的立場 就是說你們要跟我聯繫 不然很危險 可是請大家注意 第一個 去年八月的時候 拜登 你們好說歹說 拜登是不是跟習近平通了電話 通完電話之後 是不是佩洛西還在照來 然後當初所有的協議完全作廢 然後布林肯本來也要去 中國大陸了 結果你弄之前 你們就搞了這個什麼氣球 那你搞了氣球之後 誰不去 是你自己不去的 所以搞了半天 是誰一直言而無信 誰一直中途變化 不是美國嗎 然後你說 不行 我可以中途變化 但是你必須遵守承諾 你到底在講什麼 你聽得懂嗎 而且氣球這個東西 我覺得最低能的就是 你攻阿富汗的時候 人家跟你要證據 你拿不出來 你打伊拉克的時候 人家跟你要證據 你說他有大規模毀滅 毀滅西武器 後來證實這個謊言 現在氣球在你手上 你把證據拿出來 為什麼不拿出來看看呢 老實講 拿不出來嘛 所以我真的覺得 美國人在玩這一招 只會讓自己的信用度 越來越低而已